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來到池上鄉 當然就應該要知道 池上米為何好吃啦 不過奇怪的是 老師卻帶我來到這位在 田邊的大觀亭 難不成 池上米好吃的原因就在這 老師 你帶我來大觀亭 這邊就是看這個 眼前的風景喔 對 你看 這個風景非常漂亮喔 而且空氣也清新 非常的優雅 安靜 我說人家都是 在司令台好像閱兵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感覺好像小士兵在下面 但是他們是稻田 你像閱兵官一樣 他們都站的挺挺的 來給你閱兵 這個地方不錯耶 不過你帶我來這邊 我是想要說了解說 池上米為何好吃 應該不是來看這個風景 不只是看我們這邊 漂亮的風景 我再告訴你 我們池上米為何好吃 因為我們的水源 是從中央山脈 非常乾淨 而且第一個源頭 來灌溉我們 這麼好的一個稻田 這邊有一個水溝 水溝嘛 這個水溝我們把它叫做浮浚 浮浚就是浮在上面那個浮字 浮浚 你看它距離我們的地面呢 路面呢非常的高 將近有三四公尺的一個高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這個灌溉的這個溝曲 它是因為比稻田高 所以我們叫它浮浚 對 是叫它浮浚 可是為什麼比稻田高這樣子 這是灌溉的稻田嗎 為什麼要這樣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這樣 這個就是說 有一個歷史故事 那其實我們池上開發最早的是 在這個地方 叫紀念萬安在漢山脈 那這裡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稻田開的越來越多 但後來水源不太多 當時我們的住民發現 對面的山 那個中央山脈的水 非常的豐富 它想把水從中央山脈 引過來這邊灌溉 但是我們這個地形 池上這個地形 有一點U字形的一個地形 就像古地嘛 古地一樣 U字形 然後呢水下來以後 沒有辦法爬坡 所以只好把它做一個高高的水溝 把水引到對面去 然後慢慢的流下來 所以說我們池上泥好吃 原因它的水質好 就是來自這個中央山脈的水 但是這個水流下來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還要經過我們先人 他們利用做這個浮菌 然後才可以把這個水 引到各個天的浮菌 對 引到各地才要慢慢來 因為它是U型的一個地 所以它必須 離地面有三十公尺這麼高 這也算是說 所謂的前人種樹後人 然後現在我們來看到這邊 就是有浮菌在這個稻田的旁邊 這景色 兩個配合起來就很好看 對 而且我發現我們這個 池上正面的田 就是它沒有這個電線桿 對 不像西部可能會有一些電線桿啊 或者什麼千來千去整個天 看過去亂糟糟的 對 這邊就是一望無極 真的像鋪了地毯的感覺一樣 對 我們的農民都住在山邊 對 都住在山邊 中間都沒有竹節 也那個電線桿 所以非常非常的漂亮 啊 美景當前 真的只能用讚嘆兩個字來形容 要不是來到這大觀亭 還這麼知花東縱谷內 竟有如此撼動人性的稻田風光 老實說啊 這張鄉的稻田灌溉工程 除了浮菌之外 在貝南溪上還有沉沙池過濾水源 就連在水壩旁邊還設有漁梯 讓雲青們能夠逆流而上 回到上游殘暖 我就說難怪人家池上米會好吃 光看看這池上香的灌溉水利工程 就可以看出成功並非偶然 喲 我說老師 喲 你帶我來這個地方 三 burger 誒 池上香公所 你帶我來這邊 LED 有什麼用意嗎 我們來比�� Dylan 對 現在拜訪我們池上香的大家長 順便問問她這麼多 池上米 到底要怎麼買到真正的池上米 對齁 我們在坊間看到好多好多都是寫池上米 但是你說裡面可能有些不是池上米 所以我們來問問鄉長 看他怎麼說 欸 好好啊 那我們去拜託一下鄉長 阿長 我來介紹我們的慈喪香的大家 鄉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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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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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長 我剛剛就是賴老師說 我們來慈喪香 找你的原因 就是說我們想了解一下說 辨別一下說什麼才是真的慈喪米 因為我在坊間就是在賣場很多地方看 到處都是慈喪米 可是我看到就傻眼 就不知道哪個 到底哪個才是真的慈喪米 是這些都是慈喪米嗎 還是說怎麼樣 有什麼辨別的方式 阿長 你來行的 你看我們慈喪米現在很多消費者 本身的話你要買到一個慈喪米 結果你本身不知道怎麼去買慈喪米 所以對於消費者是一種 他用高價位結果買不到真正的一個好吃的地方 萬一像花那麼多錢買回去 結果不是這邊慈喪的米 這樣很氣餒 所以消費者的潛意就是受損 這樣阿長你今天來剛好 來這邊剛好 我就來介紹我們整個慈喪米的過程 其實在這個慈喪米你看這邊 這邊這個是慈喪 真的慈喪米 你看慈喪米的整體一個認證 這個五分之二的版面 這才是一個真的慈喪米 這個幾個就是夾的囉 你說光是這個版面也是 也是辨別的一種方式 這邊有比較大的 我剛才用這個來介紹怎麼會比較清楚 像我們慈喪米的部分 現在在整個 這個是我們的在智慧財產期 申請的一個真正標章 產地證明 現在結果裡面只有慈喪 只有慈喪 只有慈喪是做成功的一個案例 經過鄉長的解釋 這下我明白啦 這麼愛慈喪米 就是要認測鄉公所的標章就對了 而鄉長還告訴我啊 這慈喪米之所以好吃 除了慈喪這裡的天然環境好 日夜溫差大 適合稻米生長外 這慈喪鄉本身稻米的檢驗與品質把關 也是很嚴謹的 而鄉公所也一套完善的制度管理與福島 鼓勵農民種好米 就連最後採收好的米 也是以低溫倉圖的方式保存 這些種種因素再加上眾人的努力下 才使得慈喪米成為家喻不曉的冠軍米 阿超我們帶你來看看慈喪米 如何煮出一鍋好吃的一個慈喪米 也就是說我們都了解說慈喪米為什麼好吃 但是我們也要會煮對不對 對 要會煮出一鍋好米 不然的話好米給你煮 這個步驟弄錯了以後煮不出好米之外 所以來到這邊 來 我們來 幫你介紹一下 梁老闆 梁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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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擾打擾 我是阿超 阿超 梁老闆 來到這煮飯教室 梁老闆馬上就秀出煮飯的傢伙 有所謂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所以這煮飯的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而煮飯呢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洗米 洗澡後 要先將米緊爆30分鐘 然後加入水 以一杯米和一杯水 為1比1.1的比例下去煮 等電鍋煮好跳滯保溫後 還要再燜個20分鐘後 才可以先鍋喔 喔 欸 20分鐘到了 欸 梁老闆 我們現在這個燜了20分鐘 應該就可以先鍋了對不對 對 喔 來 來 來 我們先鍋應該還有一個動作 對 我們現在先鍋 現在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哇 喔 好香喔 很香喔 但是現在要吃品質不是最好的 喔 是喔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是怎樣的動作 現在要把水蒸氣放了 放 就是說我們要把米 煮好的飯要翻給它鬆 然後我們剛開始的話 剖成4等 喔 像切蛋糕一樣 對 喔 然後我們拌 拌要拌到底 慢慢拌 慢慢拌 哇 這個拌拌的過程 口水就流出來了 這個米 其實米的香氣都很好 尤其這個是有機的 它的味道會更好 人就是聞到這種香味 就是無法看見 就是覺得肚子就餓起來了 突然之間感覺肚子比較好 這個是我們有乾淨的毛巾的話 我們把它蓋起來 喔 就是也要吸它的這個水氣 因為其實你這個時候 雖然翻一翻 你鍋子裡面 跟它蓋起來水蒸氣還是一樣升進去 所以說還是吸掉起來 喔 所以重點就是要吸它的水氣 對 然後把它水蒸氣吸乾 再五分鐘 你吃到的一個 那個飯 就是可以讓爸爸 好好的回家吃晚餐的飯 喔 很重要咧 哇 所以長那麼大了 今天終於知道說 原來要吃好吃的米 要經過這麼多這麼多複雜的動作 然後還有 很重要 真的要吃好吃的米 真的要有耐心 不能心急對不對 否則這一鍋米就毀了 要用心煮 要用心吃 真的真的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再等一分鐘 好 我們再嘗嘗看好不好吃 好 哇 好吃的米 終於吃到了 喔 來 楊老闆 我們來嘗嘗看 他這樣會不會吃飯 吃飯 這個吃飯 還有還有方法的 吃飯 吃飯 我們要吃之前喔 第一個 要有秀傑的感官 我們吃飯第一個動作 是要聞看看 米有沒有夠香 有沒有它的米的香氣 好的米 它的香氣會好 欸這樣很像喝茶之前 那些聞香一樣 對啊 吃飯也是應該這樣 欸 好的米 就會有米香 對 啊那個米的香氣像淡淡的 稻草的香氣 有道理喔 對 好 嗅覺滿足的 然後再吃 吃 咀嚼以後 你就看看你的甜度啊 還有它的Q度 我們自己把它去感覺 好吃的米呢 感覺就是這樣喔 要有點黏牙又不會黏牙 又不會黏牙 然後吃到裡面的那個飯粒 粒粒都很清楚對不對 對 粒粒都要 嗯 欸 阿倫老闆 我們吃這個米齁 吃完飯的時候 聽說來這邊 學都可以有證照對不對 有啊 對 我也有幫我準備證照了 有有有 阿超 這有一個煮飯的證照 我 就是說 我也是煮飯達人齁 就是有這個證照 就可以變成煮飯達人 對不對齁 可是 這個證照給你 我還沒有辦法用 蛤 為什麼 因為這鍋飯是我煮給你吃的 喔 所以說你一定要自己煮一鍋飯 六場 啊 品質 口感 符合我們的要求 這個張才 蓋得下去 不然的話 我也只能說抱歉 所以說這個證書 也不是亂發的齁 好了好了好了 現在換我來煮啦齁 來來來 第一個動作要來洗米啦 來來來 午茶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